高雄是一名71歲的老先生 騎機車誤闖國道 因轎車駕駛見狀 擔心會發生危險 就一路跟在後面 並且報警處理 結果老先生以為 他被駕駛逼車 當下想要逆向逃跑 最後被駕駛及時攔下 並且拔走鑰匙 不過拔鑰匙這個行為 引發了網友兩派論戰 明顯是在國道上 怎麼會有阿伯騎機車行駛在路間 就怕危險駕駛見狀 隨後跟上 突然他就停下來 我想說他要幹嘛 應該要停路邊 我說阿伯你先停旁邊 可是他也不理我 但阿伯似乎是誤會了 以為車輛B車 當下竟然轉頭逆向 這一幕真的超危險 跟在後頭的線心駕駛 立即停下車通報警方 並拔走機車鑰匙 防著阿伯不聽勸 直到警方到場順利解尾 事發就在12號上午 國道10號騎乡往高雄方向 71歲將信阿伯疑似誤闖國道 事後謝聲聲也將經過PO上網分享 本想提醒民眾家中年紀大的長輩騎機車要注意 但為了勸阻阿伯拔下車鑰匙這個行為 也引發網友兩面論戰 有人覺得好人一生平安 大讚熱心助人行為 但也有人覺得其實可以拍照報警 不需要強拔鑰匙 我是覺得我做對了就讓他這樣 今天就算我再遇到第二次 我也是會幫忙啊 直言要是在遇到同樣事情 還是會幫忙幫到底 不過也讓人擔心 原本的好意是否會讓自己出發 只要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什麼其他太激烈的行為 他是有正當的理由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律師強調有正當理由 緊急之下就不會構成強制罪 目前相關單位也未接獲提告案件 相信阿伯家人接獲消息 反倒感謝民眾及時出手相助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陳美城王韻剛才報導 台中市兩名電動車車主 疑似為了搶充電樁 在賣場的停車場內相互叫罵 還比起了身家 疑似新住民的女車主說 一千萬的房子跟車子 都是他自己買的 反問對方說車是你的嗎 而對方是一名年輕男子 也不甘示弱地回嗆說 自己住七期 要他在台灣小心點 全部的過程 也都被一旁的民眾錄了下來 在台灣我住的房子 是我買的一千多萬 這車子也是我買的不用再誇 你有我的本事嗎 沒有嗎 疑似新住民的女車主 把自己身家全搬出來說 有千萬房子還有這台電動車 搶年輕男子說 你有嗎 年輕男子也不甘示弱 回嗆自己住七期 最後還加碼說 不要在路上被他遇到 到底在吵什麼 再停下去 好像是為了要搶充電樁 事發在台中南區一家大賣場停車場 兩名電動車主疑似為了要搶充電樁 相互叫囂 原則上是先來先衝 真的說你有困難的話 其實拜託一下 應該大家會體驗 真的沒必要 先來先用嘛 這是一個嘗試 其他車主說這邊是快充 大概三十分鐘就能充保電 大家都有共識就先來的先充 為了充電炒成這樣 實在很少見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經過中秋連假 台灣本土確診數比起上週一 只增加了6% 原本預期本週三確診數破5萬例 但有醫師評估現在看起來較難 不過以BA.5的占比 才剛超過五成來看 這也意味著預計要到9月底 才會達到BA.5疫情高峰 未來有機會讓50歲以下民眾 打次世代疫苗 感染科權威黃利明就提醒 理想上是讓大家都能打 但是問題是現在沒有 所以建議高風險族群 千萬不要等先防重症再說 中秋連假後第一天 本土確診數沒有巨幅增加 主要中心預測是假期效應 不過有醫師分析 由於個案數只較上週同期增加6% 本週三確診數要如先前預估的破5萬 現在看來還不至於 不過以BA.5占比才剛超過五成 對比國外都是達到七八成 還會有一段攀升來看 9月中旬確定不會有高峰 預估9月底比照有機會 大概在需要兩個禮拜的時間 才爬到高點 比5萬高一點點是有可能 高峰不出意外的話是在9月底 跟上次BA.2那一大波有個很大的不一樣 這次的黑數已經比之前多很多了 面對BA.5便宜株民眾在打完第三劑後 每隔一個月抗體售價就會下降最多25% 指揮中心不排除又讓50歲以下族群 納入第三階段接種 是否意味著未來人人都要打次世代疫苗 剛才科權貴分析 目前來看我們還要再跟BA.5奮戰一段時間 理想上是讓大家多打次世代 但問題是現在沒有 建議高風險族群 千萬不要等BA.5次世代疫苗 而是選擇跟現在病毒株最接近的疫苗株 而且是拿得到的來打 一般民眾則是可以考慮繼續等待 但要有忍不到的心理準備 記住請徐修銘的報導 一名從台南北上工作的網友發文說 日前因為身體不舒服 自行做快篩 陽性確診 依照程序通報之外 他也通知了住在一起的房東 並且保證會待在房間隔離 結果房東不但沒有關心他 還要他在一週內搬走 甚至說如果不小心被傳染 要向房客索賠 讓網友很心寒 只好搭著防疫計程車到防疫旅館隔離 律師則提醒 根據租屋定型化契約 房東必須賠償房客一個月的租金 要解約也要提前一個月告知 才能生效 不少被漂足因為到台北求學或工作 選擇在台北租房子 不過日前有名網友發文分享 因為確診通知住在一起的房東 沒想到房東不但沒關心他 還要他在一週內馬上搬走 搬家打包這段時間 一個禮拜也太快了 而且因為確診就搬走 我覺得都不行 到處也確診 去看醫生就好了 我覺得是比較不人道 一家小孩子要去哪裡住 也是一個問題 原來這名網友一發現確診 就告知房東會在房間隔離至少一個禮拜 不會使用到客廳或廚房等公共地方 房東卻回他不能再住在這邊 因為確診不是開玩笑的事 房子不能再租給你 還要房客回到自己的台南老家 讓確診房客超傻眼 這麼臨時要怎麼回去 結果房東還下通牒 要房客一週內搬走 再把錢退還給房客 更揚言如果被傳染確診要索賠 房客氣料回嗆 依照現行法律 房東沒資格趕走確診房客 更沒資格索賠 律師就表示 房客碰到這樣的狀況 反而能夠向房東要求損害賠償 他要告房東的話 就是跟房東請求損害賠償 就是可能你一個月要賠我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租約 就是可能要一個月後才 生中止的效力 事後心寒的房客 只好搭防疫計程車 到防疫旅館隔離 但也不想跟房東繼續同住 齊潘藉由他的例子 提醒其他租客有所警惕 記者總統